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实现一个模糊的后期特效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些地方,这些部位,它是模糊的 它握在中间的这一部分,它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我们其实是用的一个模糊的特效来模糊的一个景深的效果 但是这仅仅只是一个模糊的,没有实际的景深的效果那么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什么是后期特效 后期特效指的就是在后期完成的特效 那么其实跟我们美术处理的后期特效的步骤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将我们的整个场景绘制到一张纹理上面 然后我们对这个纹理进行处理 处理之后,我们再重新把它绘制出来 这种渲染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有时候就有这种需求 我们需要将整个场景模糊掉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肯定不能够对每一个模型都运用模糊的效果 因为确定很明显 我们需要维护大量的模糊的特效 那么这种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后期的特效来完成这一个效果 那么这节课程,我们就使用模糊的特效来模糊一个景深的特效 我们先来推导一下这个流程 那么首先,我们将我们的这一个场景绘制到一张贴图上面 绘制完成之后,我们再对这一个贴图进行降阶处理 因为它原来的四分之一 然后再进行模糊的操作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新的文理图 那么我们再将这个新的文理图与我们的原始的文理图进行混合 那么混合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使用这样的一张文理图 来作为我们混合的判断标准 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中间这部分是白色的 白色的地方就表示这块地方比较清晰 那么黑色的地方就表示这块地方比较模糊 然后我们将合并之后的数据显示出来 这样就得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编写我们的模糊的shader 在这里我们就创建一个shader 那么现在这个模糊的shader 我们就不能够使用surfaceshader来做 我们直接使用我们常规的方式 那么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其他的参数 模糊效果 我们只需要一个人时的文理图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我们导入一下我们的库 然后定义我们的整点数据 然后定义我们的UV数据 然后定义我们的偏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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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将我们的纹理与我们的变量关联起来 那么这一个变量是UDT3D里面定义的变量 这个变量也是UDT3D里面定义的 这个变量存储了纹理的宽高 这个变量存储了偏移量 这两个变量都是UDT3D它自动传入的 那么这一个需要我们设置一下 那么等会儿我们在代码里面进行设置 然后我们再来编写我们的零点程序 那么首先我们就需要将我们的模型的零点坐标 转换到我们投影之后的空间里面去 然后转换我们的UV 完成之后我们对我们的UV坐标进行偏移 那么为什么要对我们的UV坐标进行偏移呢 我们想象一下模糊的效果应该如何实现 模糊的效果实现起来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将我们当前的颜色与周围的颜色进行混合 混合之后其实得到的颜色就是一个模糊的颜色 那么在这里我们对我们的UV坐标进行偏移 偏移之后 然后我们就使用偏移之后的量对纹理进行采样 那么采样的结果也就是偏移了之后的像素 然后我们将这几个像素铺定起来 那么它其实就是一个模糊的效果 然后我们现在来编写我们的片段组合器 那么我们会对我们的这一个纹理图进行采样 在这里我们就使用到了我们的偏移量 我们将采样之后的结果全都加起来 加起来之后 然后我们再除以4 也就是得到了我们的混合之后的颜色 那么在这里我们让我们的深度测试始终通过 然后关掉我们的裁件 然后关掉我们的深度显入 然后设置我们的停点程序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函数 然后设置我们的片段程序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函数 编写完成之后我们来检测一下 这个shader是否有错 我们可以看到44行报错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到底是来里错了 我们这里插了一个结束的标志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是什么问题 它的报错是在它编译零点程序的时候报错 在第17行 也就是这里 然后我们找到第17行看一下 我们发现在这里我们扫写了一个分号 现在没有报错 没有报错之后 我们再来编写我们的合并的shader程序 那么我们在这里再新建一个shader 我们合并的程序需要三个纹理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原始纹理 我们取名为src 然后第二个文理就是我们的复杂纹理 然后第二个文理就是我们的复杂纹理 就是我们用来做研研研的纹理 完成之后我们就来编写我们的点点组合器和片段组合器 那么在这里我们同样不使用src 我们在这里仍然使用我们最原始的点点和片段组合器 我们先定义我们先定义我们的整件程序的函数 然后再定义我们片段程序的函数 完了之后我们导入我们的酷 然后定义我们的点点组合器 然后定义我们的点点属性 然后定义我们的UV 定义我们的点点组合器 定义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编写我们的点组合器的代码 同样我们需要将我们的空间位置坐标转换到我们的投影空间里面去 然后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点组合器 然后我们需要对我们的UV 促行处理一下 然后返回我们结果 然后我们再来编写我们的片段组合器 然后我们再来编写我们的片段组合器 然后编写我们的代码 那么我们会在这里面对我们的三个纹理进行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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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样完成之后 采样完成之后 我们只需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 那就是进行线线插值 那么进行线线插值的值 我们就使用我们的这一个研码图的颜色值 我们编写好我们的合并的显示之后 我们就来检查一下是否出错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报错了 报错了我们就来检查一下它是报的什么错 我们在这里发现这一个变量名称写错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没有报错之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编写我们的csharp的代码 来完成我们的这一个后期渲染的操作 那么我们将我们之前的这一个移除掉 将这个添加进去 将这个添加进去 然后打开我们的代码 那么在这里我们需要传递一个研码的原理进去 完成之后我们就来定义我们的材质 我们有两个材质一个是用来做模糊的材质 一个是用来做合并的材质 一个是用来做合并的材质 我们将我们的名称拌过来 然后创建我们合并的材质 然后设置我们合并材质的研码的贴图 然后设置我们合并材质的研码的贴图 设置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渲染的材质里面进行操作 第一个参数是我们的原始的场景的贴图 那么这一个是我们处理完成之后存储的参数 最终我们会经过一系列的处理 处理完成之后将结果存储到这一个参数里面 我们首先先创建一个只有它四分之一的一个文理出来 因为我们第一步是需要做模糊的操作 做模糊最快捷的方式就是用一个圆图一半 或者说四分之一的图来进行模糊 那么当它拉伸之后 它会在模糊的技术上面再模糊一次 然后创建我们的under text 创建完成之后我们就需要来完成我们的模糊操作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编写一个函数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编写一个函数 再联系一下 就像有点考虑一般的观众 那我准备一个样子 对我们的然间调整了 你们就得来想看 这个试生中 我觉得我现在认试的 这有些平衡 会 我们就要看到 这这个试生 above 我们就会 那么这一个又是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就是将我们的原图 应用我们的这个材质 完成渲染之后 我们将我们的结果写入到这个里面 那么这四个就是我们传入的偏移量 这四个偏移量与我们这里的这一个偏移量对应起来 也就是这一个 它的每一个偏移量都会与这一个对应起来 那么我们的偏移量就是通过这里获得的 那么我们的偏移量乘以我们的这一个尺寸 我们就得到了我们偏移的一个大概的位置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里使用的是符合分量 那么在这里它其实用到的是它的xy 那么这个它的每一个分量存储的值 其实是1除以它的宽度 1除以它的高度 宽度以及高度 那么这里其实就是1除以宽度 省意它偏移的量 这个偏移量就是我们在这里传递进来的 创建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原图进行模糊 然后将它存储到我们创建的buff上面去 然后偏移量我们现在设置为1.0 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对我们的这一个进行合并 在合并之前我们先需要设置一下我们的原图 那么这里就是设置我们的原图 设置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让它进行渲染 渲染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释放掉 我们创建的零食的纹理 然后现在我们就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效果 我们在这里看到暴露一个空子针的错误 这一个是没有找到 它这里暴露一个空子针的错误 没有找到这一个shader 我们在这里写错了 重新考试一下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 我们发现这一圈模糊了 中间非常清晰 但是我们发现模糊的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那么我们可以在我们原来的代码的基础上面稍作修改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写一个破旋环 让它再进行几次模糊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写一个破旋环 让它再进行几次模糊 然后我们让它的偏移量变得稍微大一点 现在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释放掉我们的buffer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块区域就模糊得非常严重 那么中间就会变得非常清晰 那么我们就使用模糊的效果 来模拟出了一个类似于景深的效果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本套课程 感谢大家收看本套课程